就是说如果你有关Enjoy的参考用书 除了这个你们手边这一本之外 其实像那个什么我比较蛮推荐像开发大权 为什么开发大权这里面有300多个Sample 也是涵盖所有的大部分的那个Sample都有了 那Sample有个好处啦 因为你可能刚开始你还没有入门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拿来参考一下嘛对不对 我想Coding之前如果你没得参考的话 有时候你Google那也可以Google到啦 可是Google东西不见得是你要的 或者是说上面的东西基本上只有一半 或者是说他东西基本上是错误的也有可能 但至少说你手边有参考书反正你翻开来里面有Sample 你就可以直接先拿来用 不过这本书倒是还蛮贵的 哇超厚的跟电话电话不一样厚 超厚一本一百一千多页 定价950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自己没有跟书商一样 我是自己买的 我觉得这种书是可以可以买来当参考用的书 那后面第二本是那个 这个光书名就蛮蛮蛮诱惑人的 就是什么 即可贴 就是他意思就是跟你讲说你的程式码就是拿来 复制贴上就好了 OK 当然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也还蛮OK的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Sample还蛮值得参考的 但是前提就是说你们现在要学就是 不是一行一行 就是说不是一行一行call啦 至少你要知道说第一个你的专案要能够开得起来 我看有些同学可能连 退入Android专案都有问题 连开都开不起来 第二个是什么 你要复制贴上 至少你要知道复制贴上到哪里 然后程式才不会有bug 这部分的话也稍微要了解 那再来就第三本这本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这个奇标的书 奇标的书我觉得 校对上面比其他书 书店来的更好 然后内容也还蛮扎实的 虽然说这本书有提到 Android跟iPhone和Windows Phone 不过实际上是以Android为主 其他两个其实可以略过不看 这本书的那个扎实度也还不过 不过他的时间有点旧了 他这个是2010的 这个我很早以前拿来一张商用书的 那现在因为他没有更新版 所以 我觉得也是把它拿来参考 那你说 旧版跟新版 是不是说一定就要新版的才OK呢 基本上因为 Android有向下相容 你现在新的就是4 那旧的是2.x的 2.x的跟4.x的其实也是相容的 大部分的元件 都是一样的 大部分元件的用法都一模一样 除非是比较进阶的那些新增的元件 或者是说一些API 比如说Google map API 那个部分是有变更的 那少部分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基本的那个部分 是一样的 OK 也是值得参考 如果手边有的话 也可以 当成参考 那再来就是说 我 之前上课会用的 就是 第一本 这个是初学特训班 这本 那我觉得 坊间的Android书籍其实一堆啦 那 我觉得 最简单的 而且最浅显易懂的 内容 又以范例为主的 大概就这一本 所以这本书卖得还不错 好像卖没多久 就一刷两刷三刷了 所以这本书卖得 蛮好的 就是Android特训 如果你是 程度没有那么好啦 你可以拿这本书来当成入门书啦 因为 我们现在手边发这本 真的 蛮扎实的 但是对入门者来学习的话 可能会看得非常辛苦 因为你可能翻半天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还是不知道 到底 这个研究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关系 其实基本上是相通的 每一本书大概的结构章节大概差不多 有的多有的少 不过基本的东西都有 那 我想 我们后面 我上课的一些范例 也会大部分来自于这边 OK 再来就是下面这一本 我上课也用到 前一期我有教Java课 Java的物件导向课程 我就用这本书 因为那个班刚好是Java 跟Enjoy 所以呢如果你Java直接要可以跟Enjoy 衔接的话 比如Java的Sample 其实也可以变Enjoy 他只是UI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UI改了之后就可以变Enjoy 那我就用这本书当范例 所以如果你们对Java底子不熟 然后又希望可以延伸到Enjoy的话 下面这本书其实还蛮推荐的 不过这本书 的作者 我其实跟他还蛮熟的 我觉得他写的就是 比较自私化啦 比较呆板一些些 但是 基本上习惯的应该还OK 那其他另外一本跟云端有关系的 那这本书好像 写的我觉得还好 还好OK 那我们上课 我们这门课上课是用这本 应该是这本吧 没错 就是学会Enjoy 应用开发的18堂关键基础课 他内容其实还蛮丰富的 已经讲到后面还有讲到3D游戏的开发 甚至还有讲到一些那个 这个这个Google服务啦 或者是游戏的开发 那16、17 16、17、18就是专题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完整的去了解一个专题怎么制作的话 这本书倒是还不错 只是说他这本书 作者是 对案的 OK所以他有些东西 叙述的方式 有的时候跟我们的习惯还是稍有不同啦 不过 你可以大概理解 一下也OK啦 我觉得对案真的比我们积极太多了 所以这个导师可以去了解 那这个是另外就是说 江海我们的相关的档案 还有相关的补充的讲义 我会放在下面这个链接 所以各位 把这个链接记在 你的笔记本啦 或者是你将来可以 查得到的这个 goo.gl 那注意一下大小写 就是5 c h sc c跟h c跟s是大写 c跟s大写 然后 h跟c是小写 那这个网址里面 我会把大部分的 这个 这个 吱充的讲义啦 下载的档案啦 或者需要的东西都放在上面 另外呢 我也会放一个所谓的 云端 白板 因为其实白板太小了 有时候写不够嘛 那会把最后的完成的 画面拍照 放在云端上面 啊这样的话呢 反正放着嘛 你们回去如果 露出掉某些细节 没关系 回去再把 这个 白板的东西 云端上面的白板 拿下来看 就OK 或者甚至你可以 把它 印下来 贴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OK啦 反正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 试着去 去乱乱看 那我们先 休息一下好了 等一下 再来看那个 就是后面的课程 那相关的补充资料 如果你的 有些观念还不太熟 或者你想要了解 我之前上课内容 你可以 到我部落格去找找 有个那个 一个懒人包 然后下载档案